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立举 立举是造成转动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是把它定义成这样 这个是立举的符号 它叫TAU 那它定义为R垂直乘上 R乘上F垂直 或者写成R垂直乘上F 也可以 那我们会举一个 在课堂上举的例子是 去推这个门 如果我的施力的方向是通过转轴 就是施力的方向通过转轴 那门就不会转动 那我们如果施力的方向 要垂直这个门的面 垂直门板 这样的话它才会转动 那我们今天如果立丝写写的 立丝写的 其实我们就可以分解为 平行和垂直 那只有垂直的部分 才会造成立举 所以我们只取垂直的部分 这一段叫F垂直 那我们就用R乘上F垂直 来代表立举 那么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是分解我们的R 而不是分解F 我们也可以分解我们的R 像是这样 算了 这个分解R的话则是这样子去做的 我们会把我们的F做延伸 我们把力做延伸 然后呢 相当于我们把R呢 去做一个分解 分解的时候是要 对着 对着这个F 要跟F垂直 所以我们找的R是这一段 这一段是R垂直 那事实上这两个乘起来会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其实设计的 设计的这个角 它其实是30度 所以 其实这个F垂直 就是F Sine 30度 所以我们的F垂直 可以写为Sine 30度 所以这边就等于是RF Sine 30度 那 同样的一张图 我们只不过是变成分解了R 一样这也是30度 那这里也会是30 那所以我们可以从三角关系看出来 这个R垂直也是 RSine 30度 好 那我们要的就是 我们要的就是用 F垂直 去乘上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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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呢 是 R垂直 去乘上F R垂直 去乘上F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两个乘起来 其实结果都会是一样 都会是 RF Sine 30度 那事实上 如果各位有学过外积 其实你可以看成就是 R R Cross F 这样 这就是立举 它的向量形式 然后我们会定义说 我们原本 会用 顺时针 逆时针来定义立举 不过这一次 你可以用右手 右手 来定义 来定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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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只右手 那大拇指的方向就是立举 那四只手指就是从R向着F Cross过去 这样子 这就是立举 可以用右手定者来决定它的方向 好 那立举的介绍就到这边 补充一点好了 单位 立举的单位 它的单位就会是长度乘上公尺 就是 长度乘上 立 长度乘上立 那就是公尺乘牛顿 那我们通常会把牛顿写前面 那注意哦 不是交耳哦 交耳是能量的单位 交耳是能量的单位 那今天呢 立举虽然也是 立成上一段距离 但是它是垂直的 那跟我们之后会谈到的做工 也是立成上距离 但是 虽然单位好像一样 但是意义不一样哦